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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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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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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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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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看說想要放什麼水果都可以 不放也OK 好 然後最後一個是棉花糖跟鋁箔紙 一個鋁箔紙 好 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現在就開始動手做囉 首先我們先把鋁箔紙先剪 可以包住它的大小就可以了 好 剪好之後呢 我們要把這個鋁箔紙放在這個盆栽裡面 所以呢 我們要先把它弄圓 讓你們記得喔 千萬不要直接就這樣放進去 因為這樣鋁箔紙很容易就破掉 所以就可以先在手上 先捏一個形狀出來 放鋁箔紙的目的是 到時候放冰淇淋下去的時候 然後冰淇淋不會從後面這樣子留下來 所以插坡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就慢慢的把它放進去 好 這個時候呢 你的手就可以伸進去 慢慢的去捏 但記得喔 就是已經到底的時候才可以壓下去 不然鋁箔紙很容易就破掉 好 好了之後呢 然後我們就把 外面多餘的這個鋁箔紙部分 把它圍在外面 可以做一個花邊 第二個步驟呢 我們先把那個 要放裡面的材料準備好 那因為痘痘姐姐的盆栽比較小 所以呢 我需要把 痘痘姐姐準備的這個棉花糖 先剪小塊一點 好 你們記得做之前呢 因為這是要吃的 所以做之前一定要先把手洗乾淨 然後要用的剪刀跟材料 也要是無菌的 不然吃下去容易 拉肚子 好 剪好了之後呢 我們 先打開冰淇淋 好 挖一瓢 先放在底部 好 這是第一層 第二層呢 我們來放一些棉花糖 然後再放一些 這個 餅乾 好 放完之後呢 再 放冰淇淋 剛剛是 大約五分之一的冰淇淋的份量 然後現在呢 我們要再放 把另外的五分之三的冰淇淋 放進去 大概冰淇淋的容量是八分滿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用 烏油餅乾 然後 多多姊姊最喜歡用的材料之一 就是這個 夾鏈帶 所以我們把烏油餅乾 先 拌開來 然後這個奶油夾心的部分呢 先放旁邊 你們可以選擇 放在冰淇淋裡面也可以 那我 我個人呢 是不會喜歡吃太甜的 所以我就會把那個 夾心裡面的內餡放出來 好 然後一樣把它壓水 你們如果不用夾鏈帶的話呢 也可以直接就是 拿一張紙墊子 直接在桌 直接在桌上 然後用湯匙把它壓碎就可以了 先墊一張紙 我們把這個 壓碎的 然後把它鋪在這冰淇淋 剛剛做好的冰淇淋上面 接下來我們把之前準備好的香草薄荷葉 放進來 直接 直接插在這個土裡面 好 我們的 盆栽冰淇淋 就完成啦 有沒有真的很像真的盆栽呢 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用快轉的方式 來多多姐姐再多做幾個給你們看 然後這些做好的盆栽冰淇淋呢 你們可以把它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記得要吃的時候呢 再拿出來 然後記得這一些 香草葉是不能放在冰箱裡面冰的喔 然後如果家裡面 如果有一些 朋友說 豆豆姐姐 我們家附近都沒有香草葉怎麼辦 那沒有關係你也可以用假的葉子 然後 像有一些外面他們賣的盆栽也是放假的 那也是很可愛 那也是很可愛的 那沒有這個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做假的葉子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手作盆栽冰淇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愛你囉 掰掰